巫统是509大选之后第一个举行党选的政党 那明天他们超过14万5000名的代表将会投票选出新一届的最高领导层 然而创党72年的巫统第一次丢失执政权 今年的党选气氛可说是阴霾笼罩 愁云惨物 300万名巫统党员当中那些真正爱党的 相信很大一部分可能直到现在败选后的一个多月了 他们都还处在震撼和悲痛的情绪当中 还没有回过神来 对许多中间党员来说巫统败选 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 更是难以接受的事实 是的巫统创党72年执政了61年从来没有输过 509之前巫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丢失过执政权的政党 更被认为是人民票选的民主世界里头 持续执政最久的执政党 巫统上上下下 没有人想过这个执政超过一甲子的政党 就在509败选了 相信就在败选前的上一秒钟 他们很多可能都还陶醉在前老大纳吉他们去年底 在巫统大会上告诉他们巫统要执政千年的美丽不败神话当中 这是509大选前五个月的场景 去年底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前的最后一次巫统代表大会上 当时还在万人之上的巫统主席纳吉在台上亲自敲起了战鼓燃起了选战烽火 站在一片气势如虹的巫统党员面前发表主席政策演讲 他信心爆棚 纳吉说他看到礼堂内满满都是和巫统一起作战的铁干支持者 还有马来干部里头的三百万党员做巫统最坚强的后盾 他相信巫统不止可以再执政个三十年 甚至还可以执政个一千年 巫统要执政世世代代执政千秋万代 对巫统党员和代表们来说 老大纳吉不是才刚刚带领大家响亮的喊出了执政千年的激昂口号吗 不是说好巫统要万古长青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吗 是的没有预感之下 纳吉这番慷慨激昂的话 现在看来成了巨大的讽刺啊 巫统要执政千年的美丽神话 就这样在509的夜晚彻彻底底的幻灭了 徒留下千年一探啊 作为世界执政最久的政党 509巫统的领袖之前呢 或许真的是相信说巫统是可以执政千秋万代的 因为过去六十年来 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宗教的社会里头 他们所玩弄的种族政治模式都是屡试不爽的 巫统在过去之所以可以六十年不倒如此长命 那是因为巫统成功在马来民族当中 大力的吹捧大马来人主义 在马来社群当中制造了危机感 而面对飞马来人则是非常善用 萝卜加大棒的软硬监视策略 那萝卜加大棒Carrot and Steak 有时就采取啊给萝卜的方式 给点甜头来拉拢你 如果你要求过头不听话的话 那就拿出大棒的方式给苦头你吃来威胁你 再加上收编了乖乖听话的马华民政国大党 乌统就这样得以以国阵的名堂执政了六十一年 而当中不得不强调 这种操纵族群微妙关系的手法 乌统这种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在马哈迪掌权的那二十二年里头 更是发挥的最淋漓尽致呀 马哈迪时代强达马来人优先 马来人至上 让马来人在各方面都产生了优越感之余 也让马来人对乌统产生了依赖感 把乌统打造成是马来民族的唯一守护神 与此同时呢 也不时制造马来人的一种危机感 让他们感觉到没有乌统守着马来人的特权和尊严 那么马来人在这一片土地将会过得很惨很惨 利用威胁双管齐下 那这些年来乌统就这样稳稳手下马来大票仓 而对于非马来人 上世纪90年代为了安抚华社 马哈迪他就丢出了萝卜 实行了经济教育小开放 让一些华人商家在小开放的经济领域当中赚到钱 也允许那些私立大专设立 让那些不能够踏上政府大学门槛的华人子弟 有机会可以升学 而在大选期间嘛 则是拨一点钱来增建华小了 那当然很多年长的观众也都不会忘记 马哈迪时代所拿出的大棒 最恶名昭彰的就是援引了内安法令 在茅草行动当中展开大逮捕 关闭报馆制造了白色恐怖 那其实巫统上下 他们一直很有信心 巫统不会被打败 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那在509之前呢 巫统这个政党 尽管经历了好几次的党内外严峻考验 但都还是屹立不倒的 我们说从1987年 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失败 离开巫统 他令祖寺柳金神党 再到1990年大选与国阵对抗 然后1998年 安华他落马之后 掀起了烈火墨西运动 成立了公正党 与马哈迪领导的国阵来较量 但是都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半岛巫统 但是这一次的509 以纳吉为首的巫统 是完全低估了马哈迪和全民的力量 509撞到冰山之后 巫统这一艘已经失去船长的政治铁达尼号 还在茫茫的大海当中漫无目的的航行 那船身是否会继续沉没下去 就得看明天的党选 看看那些还在巫统这艘船上的水手们 他们能否选出一位能够带领他们渡过这场 政治暴风雨的船长了